在白发熊霸的幕后操纵下 绝无神死在了决心手上 聂锋也被九转星单控制 为了利用严盈牵制破军 熊霸假装向严盈道歉 要用自己的性命证明对严盈的爱 严盈深知杀不了熊霸 奈何聂锋在熊霸的手上 只好与其蓄意尾移了起来 我恨你 但我更恨我自己 我居然还无法忘怀你 严盈就这样留在熊霸身边 再次成为了熊霸的女人 不愧是网友认可的强者标配 破军见状哪还能坐得住 立即出言讨伐起了熊霸 出于对熊霸实力的忌惮 破军并不敢真的与熊霸翻脸 再加上严盈和决心的劝说 破军假装被权势所吸引 愿意归附熊霸听从调遣 夜晚降临 熊霸来到聂锋的房间 声称要运工替聂锋疗伤 一定会还严盈一个活蹦乱跳的聂锋 严盈将信将仪离开了房间 暗中观察熊霸的所作所为 发现熊霸真的是在替聂锋疗伤 这才露出笑容放心离开 然而严盈当离开不远 就被突然出现的破军吓了一跳 破军质问严盈为什么留下 难道是真的对熊霸救情难忘 严盈解释她非常痛恨熊霸 之所以留下是为了聂锋 严盈的话让破军如梦出醒 同为一代霸主的绝无神武功被废 不也放下尊严像条狗一样 苦苦哀求自己饶他一命 同时严盈告诉破军 熊霸留他在身边 只是为了利用破军 让破军替他征战天下 他们两人只不过是熊霸的棋子 哼 我就不相信 我对付不了他 破军 你别轻举妄动 我们以后还是少碰面 各自见机行事 看着严盈离去的背影 破军心中充满了不甘 暗暗发誓一定要杀的熊霸 再往后的一段时间 熊霸每晚都会替灭蜂运工疗伤 灭蜂的伤势很快恢复了过来 看到熊霸如此尽心尽力地 帮蜂儿疗伤 难道他是真心要救蜂儿 熊霸的所作所为迷惑了严盈 让严盈误以为熊霸真的在帮聂锋 甚至熊霸当着严盈的面 给聂锋服下迷失心智的九转心丹 严盈也只以为是疗伤的丹药 为了彻底让严盈安心 熊霸故意控制聂锋醒来 与严盈上演了母子情深的一幕 严盈见到聂锋恢复正常 不由地彻底相信了熊霸 认为熊霸对他真的余情未良 以至于破军来找严盈 都要与破军刻意保持距离 破军得知熊霸全心全意 替聂锋疗伤 聂锋竟然还开口和严盈说话 瞬间猜出的是怎么回事 不可能 聂锋给入了魔 怎么可能会说话 糟了 他未识给聂锋的药 莫非就是九转心丹 那怎么办 看来我们只有先下手为强了 小心点 两人的对话被决心听见 决心提醒两人小心一些 熊霸暗中的耳目众多 严盈不愿与决心接触动身离去 破军却是问起决心的来意 决心认为熊霸年事已高 帮主之位做不了多久 他提出与破军合作 在熊霸死后谋夺天下会 他要至高无上的权利 破军则是得到他心爱的言音 一阵咳嗽声传来 破军瞬间如同老鼠剑猫 收敛起了脸上的笑容 而来人正是熊霸 熊霸找到决心和破军 要两人在五日内灭了中原八大门派 为天下会一同武林扫青障碍 破军和决心强强联手 一人心智弱妖诡计多端 一人武功高强心狠手辣 很快在两人的带领下 天下会成功剿灭了八大门派 熊霸得知消息非常高兴 认为尼菩萨不过是江湖术士 他的批言根本就是一派胡言 散会之后 破军悄悄找到严寅 问起交代他的事办的如何 严寅很肯定地告诉破军 他亲眼看见熊霸喝下了三日断肠 三日断肠果然是天下歧度 你放心好了 只要熊霸一死 我就会实现我的诺言 带着你和念佛愿意将功这个是非之地